你去吧 佳南 佳南 好好养病 保佑我找我 金辉 不要走 再陪我待一会儿好吗 佳南 你好好休息 市长 蔡队 你带着一芬队 还有武力团长的大部队 今天晚上出发 凌晨五点 务必赶到这家店 我带着机动队解决了 坑山沃克那场交迫的土匪以后 去这家店和你们回来 一生你去过这家店 你熟悉那儿的路出来 你带路吧 记着啊 结果绕海大陆还有村庄 越安静越好 明白 看你了 黄欣队长 敖州门队长 敖州门队长 开枪啊 佬总 找了你的兄弟打 开枪 不敢开枪了是吧 不敢开枪 几个老子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开枪 小子 这就对了 喏 别开枪 谁说我放下枪就大了死了 放下枪就大了死了 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队长 快 跟进 大哥 已经速写完毕了 只是 飞兽 崔福贵还没有找到 你瞎呀 要找我了 还是大哥厉害 机灵哪 行不行 我求你 好吧 我们整齐了 收队 好 收队 站住 把枪拿出来 拿 进去 不再搜搜我了 不说 进去 对 都对着我 对着我 好 高临峰 你小子有种 一个人就敢闯我的山门 你就没有想到有来无回吗 我要害怕的话 我不就不来了吗 这不是废话吗 我已经站这儿了 我现在没工夫听你这闲扯 我最后问你一遍 放 还是不放 我不放 我就没想放 好 那 我们的节目开始了 是他 您让他开的枪 这儿呢 这儿开的枪 这儿 下一个 是你还是他呢 你别指我 要不他 还有谁 好好好 幸高的 我放人 我放人 成了吧 不成 你不光要放人 你要无条件 无理由的 他妈给我脚械投降 明白了吗 你 你试试 行行行 高队长 你只要放过我儿子 给我儿子留一条生路 我答应你 我投降 我投降 你 都兵他们愣去干吗 放枪了 坑 我扭 我扭 爹 爹 我就是喜欢在你的地方抽你一大嘴吧 姓高的 打死我这么多的弟兄 怎么着 你不是横吗 你能啊 你能啊 你说放人就放人 我告诉你 这地方的人一个也活不了 才才会有你 你记住了 这是谁的地盘 老爷 你的意思是 我写了退兵书 你仍然不放人 对吗 没错 我最后问你一遍 放还是不放 我不放 我就没想放 好 那 我们的节目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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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你让他开的枪 这儿呢 这儿开的枪 这儿 别 下一个 是你还是他呢 你别举我 要不他 还有谁 好好好 信高的 我放人 我放人成了吧 不成 你不光要放人 你要无条件 无理由的 他妈给我脚械投降 明白了吗 你 你 试试 行 行 行 高队长 你只要放过我儿子 给我儿子留一条生路 我答应你 我投降 交枪 都他们愣去干吗 放枪啊 好 坑王头 高队长 爹 爹 我就是喜欢在你的地方 抽你一大嘴巴 高林峰 我正找口说无凭呢 等着我回去收拾你 这个 这个 就是高林峰亲笔写下的退兵书 这就是他勾结土匪的证据 宗主辉 请您过目 报告 进来 宗主辉 宗主辉 高林峰 你跟我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 说不清楚的话 我毙了你 我放王黑脸上山是为了留下二十八条人命 二十八条人命 因为王黑脸抓了二十八个老百姓 如果我不放他上山的话 这二十八个老百姓一个都活不了 那你为什么又要写这封推评书 因为当时我的突击队已经到达了指定的作战位置 但是山上面有这些老百姓被当成了人质 我动不了手 我无奈之下写下了这封推评书 他们才肯放了老百姓 我最后才能顺利地拿下仙人洞 至于为什么我要打他 是因为这小子实在不顾这些老百姓的死活 当老百姓在前面被当成人质的时候 他居然下令要开炮 我一生气 我就拿钢盔敲了他一下 我想把他给敲清醒了 让他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剿匪的 灭了区区的几个老百姓 这是见口吗 你心里让我接着揍你 怎么着 你还想动手是不是 来啊 来咱俩出去 好了 要是我在场的话 更得多砸你几钢盔 二十八条人命啊 你竟然敢拿炸弹往上招呼 我胡复一的名字 马上你就得见头版头条 真是他们看热闹不嫌事大 出去给我反省 滚啊 是 我宣布 提升高林峰为 西鲁脚总 上校副参部长 吉日导人 一封感谢总之会一直以来对我的栽培 好 一封感谢总之会一直以来对我的栽培 能我有个请求 也希望您能成全我 大夫 我想亲自拔了这颗钉子 你想打个神机组 没错 可这神机组并不是王黑脸啊 都是土匪有什么区别 我们现在剿匪的势头正当好 我可以一鼓作替 我踏平这个仙石山 我让鲁南这一带的地区得以安平 枪炮无眼啊兄弟 你曾经救过我的命 万一哪天蛇在殿堂上 我心里头可过不去呀 宋初 我还是去 什么还是这事那事的 我的命你都要抗吗 散会 我还是去 爹 爹 娘 姐 二十娘 薛海神朝 是 不 是 都是真东西 价值连城的朋友呀 这户啊 现在就在里面城 我已经约好了货数 后天晚上在城里交易 我怕有什么事 所以我想亲自去一趟 我去吧 记住 不要和任一城地盘上的人打招呼 悄悄地去 所去所回 今天我终于有这个机会可以报仇了 我会踏平线石上 踏平线石上 高林峰的父亲 母亲 宫事确实有 但是有什么事能比你的生日更重要呢 所以我必须来 今天你能来 我真的很高兴 我们两个喝一杯 很久没给你喝一杯了 你还是那么漂亮 生日快乐 秦辉 上次我和你提起的关于洋行的那批货物的事 有眉目了吗 我放下那么多时间 应该说放下那么多重要的时间 专门过来给你庆祝生日 就是为了让你开心的 真的 而且我还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 一份十年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礼物 我能亲手为你戴上吗 你喜欢吗 喜欢吗 喜欢 只要是你送的 我都喜欢 幸辉 今天 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 可今天并不是你的生日啊 好像 可今天并不是你的生日啊 好像 你说什么呢 十年前 我跟你在东京华别 但前一天 我刚刚为你过完生日 如果我没想到你 你会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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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带 高凌峰没去见你吗 人是来了 也很准时 可是他好像早就已经知道了一切 口口声声地说我选择在今天过生日 是因为我选择了今天是出八这个特殊的日子 还有什么样办法 怎么搞的 白先生 提前换活的事情 高凌峰怎么知道 钱盛基怎么说的 我们金山送信的人昨天就回来了 定金已经收到了 真是火箭吧 如果你们送信的人就是内鬼呢 我明白了 高凌峰昨天是故意把初九换活的情报给亮出来 目的就是要我们提前出手 你还给我下了套 可恶 都给我太轻敌了 全都是马后炮 有什么用啊 现在高凌峰把所有上山的道路全都封掉了 我们没有办法跟山上取得任何的危险 还有 侦探队已经集合完毕 准备出发了 我们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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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